手腕還是在你的手腕 還有你拿球的方式 球要拿得很緊 現場有沒有在打球當投手的 舉手一下讓我們看一下 可能痛到無 這樣痛到無 拿球方式是你的 兩隻食指跟你的中指 你要夾得很緊 要握緊不能讓鬆鬆的 或者是讓它好像可以滑掉 那樣子這樣就 紙插球你一定頭不好 然後你要練到 你到投手球去 你可以把你平常練習的 那個程度投出來 你不要你一上投手球腦袋一片空白 你就完全沒有辦法投了 所以我大概現在也只能 這樣子 不好意思 筆字式的話我大概 其實 剛才在貴賓室裡面就跟曹總說了 曹總說其實有困難 但是我希望在這裡拔一下 看一下 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先廣告一下 等一下我要上投手球去開球 如果我沒有丟到你的板 請大家點給我一些鼓勵 那就是消失的紙插球 消失的紙插球 非常非常感謝曹總 其實真的也非常謝謝統一 讓我一直跟這個 二三十年應該是 超過三十年的老朋友 雖然他讓我第一個踢到鐵板的 統一的這個投手 你什麼時候要簽我啦 你每次碰到我都說 我還簽那一份那個 那個合約書 是是是是 我什麼時候欠你的 大家記得很清楚 對 因為我那時候簽得很順嘛 哪有去堵到統一的 但是真的 都是讓我們感到 統一是一個很溫馨的家庭 很團結 同心合一的家庭 讓這樣的選手 在這邊 從始而終 就是說當一個選手 然後創下百勝的紀錄 然後當時呢 這個 偶爾還有一兩年 中間還有中間上去救援一下 216場的先發 284場的出賽 其中有50多場是後援 就是說真的是在 統一鞠躬盡瘁 但是現在還繼續在 交後備的這些選手 或者教練 那我覺得也應該 統一會紀念這樣子的選手 跟各位球迷很懷念 這樣子的選手 教練是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時間 是不是差不多 非常可惜 沒有關係 我們下次可以多聊一點 今天真的謝謝統一 更感謝各位現場的球迷 然後因為有這樣的場合 我跟曹總能夠再次在這邊團聚 然後更聊更多 了解他更多 對統一的更多的這些貢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現場的球迷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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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潮走